西蒙在过去半年多的表现 在人民之间有赞也有谈 但是在行动党里头 也有人对西蒙政府的表现不太满意 说的就是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 他今天在党员面前隶属西蒙政府的不是 和人民的忧虑 包括巫统议员跳槽到西蒙 以及西蒙违反竞选承诺等等问题 他强调如果西蒙不遵守承诺 就等于欺骗人民 行动党妇女组今天召开西蒙执政后的 第一场全国代表大会 而全国主席陈国伟今天在致辞的时候 就将枪口对准了自家人 也就是希望联盟 他说要做出竞选承诺很容易 但是要遵守承诺却很难 他说西蒙政府在过去的七个月内 在几项重要的课题上让人民失望了 例如,他们看到的可能性 优优优独播放 不仅如此 陈国伟抨击教育部部长 马智里的袜子颜色政策 还有食物没有降价 他也表示 签署向拿督斯里纳吉夫妇 和国阵捧党还没有被定罪 以及无法恢复地方选举等等课题 都是人民当前迫切关注的事 陈国伟表示 希望必须谨慎和诚心诚意地 处理这些课题 绝不能忽视国人及支持者的担忧 他也强调 行动党会遵守永远的承诺 那就是拯救人民和国家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